各位尊敬的宗教领袖 各位跨宗教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慈悲 最基本的就是引领众生脱离苦难 而现在与未来最迫切在眉睫 是气候变迁与生态浩劫 在各个信仰中 世界万物都是同根同源 只要静下心来 就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连结 灵性与生态 既为一体共生 不可区分 曾有一位货比族老酋长说过 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反映人类的生态所造成的伤害 去进行转换与进化 就如同洗涤污垢与缝合伤口一般 灵性无所不在 只要没有回归灵性 你就不知道珍惜生态 唯有回归灵性 才能真正解决 生态与人类永续的问题 希望依循这样的精神 展开化解地球的危机 具体行动 就是灵性觉醒 跨界合作 我提出三项合作目标 首先所有宗教应该团结合作 让教众都能灵性觉醒 呼吁生态环境的共识 从各自信仰传统出发 推动正确的生态观念 认知到大自然与人是多元共生 相依共存的伙伴关系 同时也由内在 忏悔人类对地球 所造成的种种破坏 进化心中对立 仇恨掠夺的因子 同时我们也想邀约大家 一同响应 数十爱地球 全球畜牧业排放的 全球总温室气体的 百分之二十 仅次于能源污染 希望我们宗教界 也来亲身示范 多响应吃素爱地球的实际行动 从每天的饮食出发 以实际的行动 为地球的健康尽一份心力 其次我们要找到问题根源 解决问题 科学家已提供各种方法 告诉所有人怎么保护地球 复原地球的固有的永续动力 最重要是要让生态浩劫的一个造作者觉醒 自身终将是地球灾难的受害者 进而意识到生存危机 并迅速改变 积极出发 正确行动 再来我们宗教界 要共同制止战争 废除核武 核武战争是地球毁灭 不可逆的关键点 而核弹一引爆 此时没有胜负 只有共同毁灭 所以为了人类的永续 与所有生态共存的伙伴的安全 我们必须用宗教最大的力量 来一同制止核武的战争 甚至核荡施暴等不治的行为 这是我们宗教的使命 地球是一个有机结构体 让人类无止境的开发 有如抽干了地球母亲的血和精气神 接踵而来的只会是地球 为了自救的反扑 万物皆为灵性平等的 显现在生态环境的系统中 人类物妄自尊大 也莫为我独尊 在万物的互际共生中 串联起爱与灵性的一个生命网络 能够觉醒 灵性及生态 就是慈悲的展现 带来和平与永续的希望 非常地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感恩大会给我们的平台 宗教的连结共识 创造世界的平安和血 祝福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